端午节民众都会吃粽子因应景 不过营养师特别提醒 一般市售粽子通常都含有大量的油脂 造成内馅热量过高 所以吃的时候要节制 而且最好多搭配一些蔬菜食用 才能够吃得健康 端午节最应景的食品就是粽子 闻到粽子的香气 很多人甚至会吃上两三个 不过营养师提醒 粽子的热量其实很高 其中北部粽热量 又比水煮的南部粽来得高 一个北部粽热量高达400到600大卡 因此建议一餐最好吃一个粽子就好 不节制可是会换来体重飙高的下场 加上粽子内馅几乎没有蔬菜 所以民众使用时 最好可以多搭配一些蔬菜食用 此外粽子是以糯米制作 肠胃道不好的民众 也要注意摄取量 以免造成肠胃不舒服 而三个患者吃粽子 无必要忌口 特别是糖尿病患 因为粽子使用糯米 生糖指数比较高 所以分量要控制 而很多粽子盐分较高 肾脏病患者要减量食用 还有部分粽子为了口感 会包入带有肥肉的猪肉块 属于高胆固醇 高脂肪 以及高热量食材 三个患者都要注意 虽然粽子真的很美味 但民众如果克制一下食欲 那么就可以过一个健康的端午节 记者声明站本期新链采访报道